好,在這裏我們講到處理事奉上的困難 我都不會逐點逐點慢慢講 不過我就講出一些精意出來,即是時間上的問題 就是缺乏淑寧的力量 例如在事奉上缺乏淑寧的力量的時候 因為人本身他可能 一些因素就是他不相信親近神是得力 有很多人不相信這件事 他只是覺得神會幫,不過不知道怎樣幫 他不知道讀經、祈禱是會得力 因為他只是覺得讀經是看多些聖經 他不知道聖經裡面含有很多應許 這些應許給我們有堅定的信心 我愛神,神一定喜歡的 因為不是因典推動 只是他覺得我要看聖經 我看聖經有很多人看到什麼? 看到很多歷史 看到很多耶穌的說話 但是跟生活未必覺得這麼有關係 所以他不覺得怎樣 不知道怎樣從神得力 這個是我們需要學習的 不過你聽我說了一項 也有說到怎樣 真是神是我們恩典的來源,力量的來源 我神是親近祂一定有力量的 我親近祂一定喜歡的 所以我有信心,我知道神會喜悅 其實這個真理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發覺以前我未經歷聖年充滿之前 我發覺以前我聽到都很少 我都沒有什麼印象聽到這件事 還有沒有什麼印象聽到 怎樣全心愛神 我都沒有印象聽到這裡 即是說到祈禱 你怎樣祈禱 神不會應允你 這樣的方式 少說到我們跟神關係密切的時候 神會怎樣把力量 賜給我們有平安、喜樂、有動力 還有滿有神的智慧 可以享受神 可以處理任何的問題 多少問題都好 多少煩惱都好 都可以重臣得力 因為很多人沒有這個觀念 所以他難以重臣得力 也有另一個原因就是 他學不到怎樣 因為祈禱就是 神你幫我吧 我很慘 快點幫我吧 我不行了 這樣的祈禱是很難得力的 因為基本上是素苦 而不是去享受神 讚美天父 感謝耶穌 感謝耶穌 享受神 感謝神 愛神 原來真的會帶來力量 而很多人他們的祈禱 只是在數 我還記得那時 我在信主教會 我參加過一次祈禱會 我真的覺得很難受 因為那時我又初信 他有十樣的祈禱事項 第一個人祈禱了五、六樣 第二個人又再祈禱五、六樣 又第三個祈禱五、六樣 然後當十幾個人都說五、六樣的時候 基本上說了百多次 祈禱會就是這樣 逐樣說 神我們那天有旅行 你幫助天氣好 那些人又有好的溝通 主要學有多些學生 即是一路告訴神 這樣祈禱實際上是難以得力的 那我自己提議的祈禱會是怎樣呢 讚美天父耶穌現在很歡喜 我們親近祂了 多謝耶穌 感謝天父 哈利路亞 首先祈禱得力 然後跟著神 你很愛這個教會 很想這個教會復興 我們一起求主幫助 我們鼎姊妹都愛主 愛耶穌 親近耶穌就得力了 哈利路亞 又下一樣了 我們鼎姊妹中間 有些可能有些嚴規 主耶穌求你幫我們化解這些嚴規 能夠彼此搖述 我們幫助祂能夠 能一起有合一的心 讓教會復興 一起同心合意 即是在親近神的同在之下 然後逐樣逐樣為不同的事祈禱 這樣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 每一樣事項都會覺得得力 就不是好像報告給神聽 這樣的意思 因為事實上 我見過有些傳導人 就告訴我 我真的沒什麼力 我不想做 我不想侍奉 因為這是一個事實 所以我希望大家 學到這件事 你就去鼓勵別人 甚至有一天 真的有個侍奉的人跟你說 你說我都有點累 他說他有點累 那麼我們聽他說 你就不要說 不用累的 那麼他聽到不對 然後我們說 我知道的 有時侍奉都很困難 很大壓力的 你這樣說 可能他已經會說 因為這是一個引導方式 他會說更多他的困難 然後我們可以第一 認同他 又可以問他 你想不想從神得力呢 他就想 你有沒有試過什麼方法 他說 都有試過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不得力 你想不想我給你一些提議 就是說 我們首先問他想不想 然後你有沒有想到一些方法 有沒有試過 可以不可以 或者他說 都有試過的 有時我讚美神很開心 那就好 那為什麼不經常只有你呢 有時我又煩惱 那原來你知道一件事 你一親近神就起落 不過你一煩惱又沒有力了 那我們便選擇 多些數算神的恩典 便起落 便多些力量 即他可能有做到的 不過有時做到 有時做不到 即由他的口說出來 然後你確認他 告訴他 你這樣做就對了 這樣是會更加好的 因為他會覺得他自己都可以 這樣 那不合一呢 那我們怎樣處理 第一就是 教目的那個訊息和帶領 就是我們合一很重要 我們每一個人都很重要 我們個個都是重要的 我們一起合一的時候 這個教會有力量 我們有一個很重要 有時教會的分裂 是什麼原因造成呢 可能有一個微小的人 他有些不好 或者有些問題 然後處理上處理不好 搞到很多人對於 那個處理方法不喜歡 造成分裂 即有時的問題是 一個微小的人 有時是一個重要的人 什麼都好 即是在教會裡面 都做很多侍奉的人 可能有些問題 但無論怎樣都好 我們總是說 他是重要的 我們怎樣都可以回應他 而很多時候人的分裂 不是因為 一定是因為熟靈的問題 或者一定因為 他犯了罪的 有時只是因為人的處理上 但有時是犯了罪 犯了罪我們都是引導他 我們既然有這件事發生了 我們怎樣去面對呢 我們怎樣把這件事修補 在神面前修補 要求神面前修補 並且去改善呢 這個第一就是教導 怎樣處理問題 而處理上如果一個人處理不到 就找幾個人一起 就不要一個人擔殺 一個人擔殺的時候 人就會說 牧師你的看法 但我們不認同 你就是你自己專權 這樣的時候 後果是不好的 好 我們跳下去 好了 缺乏事奉的果效 事奉沒有果效 第一有一句經文很重要 有寫到的 有寫到 江林多前書四章二節 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我自己曾經都受過很多的壓力 就是怎樣呢 有些同工或者有些教友的要求 就覺得果效不夠好 那我自己也有種壓力 有時他說一句 可能我想了很久 但是這句經文告訴我 當我忠心的時候 神就喜悅 所求於管家 我忠心 就算我做得不夠完美 神已經喜悅 那我的心就不會有壓力 但是我可以改善 我真是忠心 如果不忠心就悔改 我真的要盡力去做 好了 我是忠心 不過我怎樣改善呢 改善其實是很多方面的 事奉怎樣更加有效呢 這裏《士団傳》二章講到 就是教會的合一 還有有神的同在 讚美神 在聚會裏面 那個親近神是有力量的 人來到聚會 有時就會感受到神的同在 而改變的 也都忠心姐妹的愛心 我試過去一個教會 在菲律賓的 這個教會的名字很特別 The warm body of Christ's family 很長 他說是基督身體的溫暖身體 很特別 The warm body of Christ's family 這個教會很特別 那個牧師呢 哇 奉獻的數目非常高 有時他的入息是40% 50%奉獻 他們每個月都有 向外短宣一次 在菲律賓短宣三次 真是很厲害 每年都有給全菲律賓的牧師來訓練 他們的教友付錢 讓那些牧師不用錢來學習 我進到教堂 我們一群人去的 是有幾十個人輪流和我們招呼 那些人是不斷和我們招呼的 在那個訊息 他很多次跟那些人說 我們一起去 譬如說 宣告耶穌的德性 耶穌的愛 我們互相相愛 他們又會去互相做一些事 總之有很多交流 很多表達 是很活動 很有動力 這個教會起初的時候 在哪裡 變成是一個貧民區 但這群人 全部由貧民變成有錢人 他們又奉獻 一路奉獻中心奉獻 神就叫他們有錢 然後他就可以幫助更多的貧民 這個就是一個很特別的教會 如果你有機會去菲律賓 不過這個我去的 都是二十年之前的事 現在的情況怎樣我不知道 就是說他們那種神的同在 和那些人的關心 是令到我真的很驚訝 即他們的人 基本上 每個人走過 一走過就跟你招呼 希望我們都學習這件事 可以建立這個教會 如何帶來侍奉的果效 就是親近神 有淑靈的力量和智慧 關心人、建立人 亦都謙卑學習其他教會 有時他們的強項 一起討告尋求神的心意 這裏沒有講的 有些其他方法 譬如說 不同恩賜 不同人的恩賜 有不同的強項 有時有些教有他們的強項 在某一方面 那樣東西就可以討告 怎樣 這個人有關懷的恩賜 這個人有教導的恩賜 我自己曾經 開教會 都是用教英文 教補習 教打Bandball 教彈琴唱歌 打鼓 什麼都教過 就來到帶領學生 帶了很多學生信義書 如果你中間有些人 是可以這樣做 變成有這個時間 這是可以用來做傳呼音的方法 或者在你的地區 有些什麼人 有些什麼需要 我們怎樣去滿足他們的需要 或者是怎樣 你們認識的人有需要 其實很多人找過我 就說 牧師你說這個人祈禱 他有些什麼憂傷 有些家庭問題 我們幫到那些人 就可以帶他們去信耶穌 這個也是一個 大家可以學習的 所以下一個課程 講到婚姻輔導 是你可以將來幫助很多 有家庭問題的家庭 就可以幫助他們重建 然後就可以帶到耶穌的恩典 就是說 每一個群體有祂的強項 我們就求神賜給我們這些恩賜 怎樣去使用 叫這個教會增長 但是帶人相信耶穌 是第一步 很重要是怎樣帶他去成長 帶他成長也是在恩典之下 大家都知道 耶穌很愛我們 耶穌跟我們一起 有親近神 一定得力的 就是神有祝福的 當我們經歷到這個時候 又經常給他們的機會分享 於是大家都經歷到神的同在 就會整個教會有力量 有更新 有復興 即是說 基督徒的靈命是非常重要的 他跟神關係的得力是非常重要 叫這個教會能夠復興的 好了 另一個問題 就是處理教友 或者同工得罪的問題 麥帝十八章十五節開始講到 如果有人得罪你 你先跟他講 然後他不肯聽 就找兩三個人 然後再不肯聽的時候 就講給教會處理 這就是講到處理罪的問題 這些處理罪不是任何事情都處理的 譬如有些人有煩惱 有時是幫助他 不一定是處理的 通常說到這些處理 都是一些會傷害其他人 譬如有人是刻意追女生 會說話時時傷害人 有些是分裂教會 即是有些不好的行為的時候 我們是需要處理 但是因為人人總有問題 如果你要去找 可以說每一個人都找到問題 你不是經常處理問題 那些人就會很痛苦 我們不是要用這些方法 處理同工人制問題 這個也是一個 其實我輕生得勝本書 什麼都說 不是說你們現在有同工問題 不過大家知道 原來同工也可以有問題 就是和平的心去聆聽和討論 解決辦法 譬如同工有一些問題 譬如有一天發生的時候 我們怎樣聆聽 回應雙方的需要和感受 大家都放下自己的成見 接立和欣賞對方的優點 願意認錯和謠書和彼此信服 不是核制 即是說 不是好像 每個人都聽我說 全部用核制的方法 而是大家都關心對方 聆聽對方 回應對方 來處理同工可能會發生的問題 因為同工問題 有時一處理得不好 就會造成教會分裂 因為有些人就會跟他走 這就是我們處理同工時的問題 就算衝突未能完全解決 仍然愛對方和向對方表現友善 這點非常重要 因為有些人是這樣的 一處理不到 開始就不想見對方 一見到對方就不看他 避開他 那就實斷分裂了 而是就算未處理完 但都一樣善待他 他一樣見到他的招呼 他覺得你真是愛 你真是有愛心 如果不謙卑溫柔處理 可以破壞神在教會的計劃 當有些惡意破壞教會的人 真的有些人是這樣的 他特意進來教會是有不良的目的 那時候就找一群人去處理 就不要一個人處理 讓大家知道 我們是一起處理這個人 不是有一個人針對他們 好的 我們現在繼續說第九點 就是結滿聖靈的果子 再一個人支持 就是 你��音 有間聖靈! 你跟他特意 做的 我當然不停 我們在有關聖靈的 你不是不在乎 你 Trip 你改善了 好,那你 你會覺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